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准备去迎接新的身份了 那各位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 觉得我的人生应该调整一下节奏呢 可以在留言前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来看看今天究竟是哪条新闻 可以登上头条 进入今天的搞各大新闻 除了2000年在嘎那 14年大长腿被打包去了伦敦 今年是95年维密秀开办以来 第三次离开美国 全球最美的肉体乘坐天使号专机飞向巴黎 机场首先刮起了一股粉色选风 延续去年的浪漫 除了天使的粉色上衣外 今年专机也被布置成了粉红色 而能跟维密超萌的紫拍的待遇 除了机长真的没有别人 满屏大长腿横飞 2016最美机场街拍 怒甩一线大咖18条街 从早前公布的维密名单来看 今年参与走秀的超模共有52位 分别为12位天使成员 PINK系列两位代言超模 21位常规客座超模 以及17位新进超模 其中除了大表姐刘文 何遂西梦瑶这些老司机外 三千朝军团多了一个新面孔 手登维密的居小文 妹子虽说长相一般 但腿强加分 维密F4走完秀还能凑一桌麻将 这个才是远在他乡微笑活下去的理由好吗 而在这12位天使中 今年最幸运的蘑菇鱼贾斯明图克 因为据说价值300万美金的年度最贵bra 今年由他穿着笔袖 虽说Jasmine九亿年生 去年才成为天使 12年开始为维密走秀 但穿着9000多颗宝石 18K金的内衣 这风头一定是全场最望眉袍 除此之外 告别维密一年的最美程序员 卡丽克劳斯今年也将回归 这两天秀场所在地巴黎大皇宫 T台早已出现出行 但不少维密超模到达巴黎第一时间 还是前往酒店检视房做锻炼 康克阿德里亚娜利玛 莱斯里贝罗两位天使喇嘛 完美的背后辛苦付出 必不可赏 网红少女就是不走寻常路 去年第一次走维密的网红姐妹花 肯达尔珊娜和琪琪阿迪德 今年除了依旧加入美好肉体豪华套餐碗 趁着大就没开始 肯德基玩贝贝偷偷上街 可是尽管是街拍 狙击一身白色老西装 买加超长毛衣外套 脚踩黑色短靴 还是部署品位 果然有了好身材 人生处处是T台 而今年的维密秀 除了超模扬眼 表演嘉宾Lady Gaga 火星哥和盆栽 也上人无比期待 而且维密官方表示 今年还特意给了嘎嘎一对翅膀 嘎嘎姐也将成为史上 第一个拥有自己翅膀的嘉宾 而更惊喜的是 我们大天朝 还有两位明星前去看笑 一个是蔡依林 另一个就是你们的男神张若云 敬请期待 逼大表姐矮22公分的Jelene 如何用她的增高数玩转维密 不过虽说一切令人期待 大网友还是发现了不少bug 首先有爆料指出 今年大秀里有不少中国风元素 可惜之前曝光的时装账 居然倒不是中国模特来演绎 真为仙姑感到遗憾 其次 这两篇超模集结巴黎大皇宫 统一黑白妆震撼眼球 大秀气场逼人 可惜合照时 发现屋里中国的超模 为什么都在最后一排 不开心 而当红花蛋和当红炸子机的站位 绝顶好 这难道是GG要被牵的节奏 大表姐们要被淘汰了 其实要结束 第一排似乎也不全是 维密12位天使嘛 按网传别照站位来看 大表姐可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区呀 总之 大海全是水 满屏全是腿 50多位超模 80多套绣服 40多对翅膀 不到最后一刻 谁都无法预料 还有哪些奇迹发生 肤白貌美大长腿 苏兄翘腿小蛮腰 有一种神秘叫做超模的肉体 有一种性感叫做维多利亚的秘密 司从老公 如果你能把他们都拿下 这才真真儿的服你 接下来是娱乐圈 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偏要拆穿的放点猛料 眼见16年即将结束 我们的大男孩林又嘉 也要结束自己的单身生涯了 昨天晚上 正当优姐要洗洗睡的时候 林又嘉的一篇微博求婚 让瓜友的心又累又痛 微博中林又嘉直言 自己想过向女友丁文奇 求婚的各种方式 但就是缺少林那一角的勇气 而此次微博求婚不是因为要高调 而是希望在一众粉丝的见证下 得到真正的祝福 文章最后忐忑的耿直不爱 更直言了自己内心紧张 在此部署网友纷纷为林又嘉 喊话 丁文奇嫁给他 但当优姐也要跟风跑到丁文奇 微博下留言时 却发现对方已关闭了评论 这是出谋情况 而没过多久 林又嘉再发微博 一句他说好 让一众挂有信中的石头落了地 如今29岁的林又嘉和31岁女友 丁文奇稳定交往两年 近来二人越发高调的秀恩爱 也预示着他们将渡入婚姻的电台 在这儿又嘉表示恭喜的同时也想说 林又嘉微博上求婚也是百年不遇 此刻只等孟子齐回应 爽妹子自从出演微微一向很清潮后 就开始进入了街戏街道手软模式 不过爽妹子电视剧拍多了演艺 近日有媒体爆料 爽妹子骄傲进军大萤幕 出演冯小刚电影 真是厉害了我的爽 而且还是搭档吴秀波演艺妇女俩 剧本只要围绕吴秀波饰演的单身父亲 独自领大女儿的故事 而郑爽饰演的女儿 为了父亲晚年 闹个知冷暖的人照顾 悉心为父亲找爸 看惯了鲜肉搭档 这老少配也是别有风味 一个中年甩店 一个青春少女 真是看电满满啊 虽然说的有模有样 电影名字没有流出 而且几位当事人也都没有回应 这让王勇们大呼 这不会又是在溜粉吧 更让悠姐好奇的是 如果郑爽真的参演冯小刚电影 那么冯岛 你还记得发过的炫诀跑圈吗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的别墅金碧辉煌 微博秀恩爱 机场秀恩爱 代言秀恩爱 当挂友早已习惯 冰城咖破 凭借秀恩爱大法 长年霸展头条 不松口时 二位又放狠张 豪华别墅昏房曝光 根据网友爆料 这栋位于青岛的别墅 装修金碧辉煌 别墅自带空中花园 离海边两百米 价值千万 别墅模型俯视途中 室内格局奢华温馨 建筑面积之大 书房除酒室一应俱全 情侣虐狗 不忘炫富 心痛得无法呼吸 婚房既定 有网友催促冰城 赶快结婚 生对龙凤胎 这幅炫得太及时 有解之想问 现在各位还纠结冰冰尼尔的问题吗 自古情深留不住 总是套路得人心 近日有媒体根据郭静明 汪朵注册的公司地址 是同一个 两人一起看午夜场电影 以及陈学东 发的意味深长的微博 大胆猜测 郭静明和陈学东 以此分手 遗情别恋汪朵了 对于这种 站着瞎菜不腰疼的媒体 乖友早已见怪不惯 但是敢怀疑 郭导遗情别恋 小死稳不住了 转发此微博 先解释公司注册问题事情 再解释没有独处 最后郭导还对天发誓 我个人如果和汪朵 有什么超过 普通朋友和工作之外的 一丁点关系 我全家暴毙 出门被车撞死 调理清晰的戒指和汪朵清白 却丝毫没否认与东东关系 最后小死还闹上一闹 厉害了我的哥 这认真的小模样 和妹子们哄吃醋的男朋友 解释得一毛一样啊 网友全体方了 一直不相信你和陈学东 现在我信了 感觉四眼买有力迈斯啊 之前推测小死和东东 分手的媒体也微博道歉 被塞了一嘴狗粮 自动粉们放心了 小死这波节奏带得甚是精彩 网友纷纷站队郭导 为其送上祝福 正当冷冷的狗粮胡乱的往脸上拍时 陈学东发文称 指示朋友 请不要再编故事给我加戏了 网友又炸了 有的指责东东 小死明明那么在乎 结果就换来你一句指示朋友 心疼 有的认为东东的指示朋友 指的是小死和汪朵指示朋友 农村陆叶华人心也复杂呀 简直越描越黑 哎 这不可描述的关系 大家心里明白就好 以前爱美的都想整成反病病 现在马云敛财是爆款好吗 前不久童年马云爆红网络 得到了马云的注意 并表示愿意资助其上完大学 这个新闻一出 让深圳一90后小伙醒悟 靠脸吃饭的道路是走得通的 于是你带上钱我带上脸 二话不说到了韩国 赤字百万整成了马云同款脸 小伙还称 终于弥补了青年马云脸的空缺 我的妈 姐都不知道是该心疼你的钱 还是该心疼你的脸了 能模仿马云的脸 你能模仿他的财吗 爱你不止包包包还能送送送 易烊千玺的生日派已过完 粉丝到底有多好 昨天已经安理过 包机包船包网告 刷屏公益送好礼 这份全世界范围内的 易烊千玺粉丝应援会总单 见这样幽姐的下巴脱了袖 其中最让幽姐惊讶的是 竟然有粉丝为易烊千玺 买下了一座英国庄园 里面有山有水有树林 易烊千玺可终身居住和游玩 这是哪位亲妈粉送的房 有种站出来 幽姐想喊一声婆婆 而除了物质享受 也有粉丝用公益的方式 想迁徙千玺 以她的名义 领养了四只兵力灭绝的红鹤 给环卫工人送温暖 珠阳三名贫困抗战老兵一年餐费 捐书重数等等等等 瞧瞧人家隔壁迁徙 16岁就拥有这么多 贡献这么大 你们过生日 有个庄园魔祥就不错了 英雄不问出处 卖萌不看岁数 说起王庆祥 想必他在我们心中是将神 老爷子的微博后发现 原来王老爷子的演技如此高超 内心却助了个小公主 在其微博中 撒娇卖萌 磁空见惯 深夜放毒 屡见不见 而自己是如何在B站 混成一名老司机的心路历程 也是频频与网友交流 从此以后 老爷子就在鬼畜的路上 一去不回头 真没有活力 是王庆祥本人吗 要知道 王老爷子已经67岁高龄 面对粉丝的质疑 王庆祥更是一本宝宝的第一人称 吐了而等一脸瓜子壳 我说老爷子 您这一言不合就卖萌 也上本宝宝醉了 优解算是明白了 什么叫人不可貌相 老男人不能遮凉了 话说明星减肥一力大 绝食抽纸全不怕 为了美貌把命脱 红毯耀眼没话说 可要知道 这话放在咱每周三比播的 掰掰了肉肉中的几位肉星身上 那可是绝对不适用 您瞅上周减肥结果出来 从献哥到贾龄有一算一 体重都是质增不减 我减了0.6公斤 减重比例为负 5.45 你怎么还做呢 那你是长了0.6公斤 你长了 我感染的比较严重 我重了2.6公斤 你长了5斤 天哪 那这段时间我的体重是 胖了1.5公斤 减重比例是负25% 我这一次增重了1.7公斤 而看到结果后的他们也是毫不惭愧 碰见美食依旧敞开肚皮 撒着花的吃 我要吃鱼脸 鱼脸上那块肉好 我要吃好吃的鱼脸 这个鱼脸 鱼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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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谁让咱肉肉君们压根 就不是走颜值路线的主呢 如果说献哥走的是物理担当 天天走的是搞笑担当 夏琳走的是任性担当 那咱入围金马最佳男配角的纳豆同学 可就是卖力担当了 银肠不仅为了节目艺术献身 为了节目家破人亡 你餐厅着火了 没关系有很多家 都烧个几家不算什么 纳豆你家里来电话 我就家破人亡了 你家破人亡了 人更是分分钟上演人工绝育大法 那到现在处于人生撕裂般的痛苦中 哇塞真的痛 不行太痛了 太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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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当货了 负责卖带 锁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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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姐看了心都疼 想必这期的冠军应该属于咱猪猪队了吧 但但错就错在咱猪猪队中有着神经一样的对手 and猪一样的队友 下一个要参赛的队友分享一下 我有经验 就觉得电子很软很舒服哦 方嘉义你还好 方嘉义你还好 方嘉义你还0分 绝对是让粉丝嫉妒晕爵的节奏啊 那除此之外 大王为啥公开迷惑献歌 那都为何阐媒方嘉义 话不多说 点击新一期拜拜了绕绕 你看究竟吧 金马奖已经落幕了 但是相关的话题还在发小当中 比如说这个双红蛋的影后啊 范冰冰突破自我 但是却杀鱼而归啊等等等等 其实今年的金马奖已经是走过了53届 如果我们去看以往的获奖名单的话 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来看一看今天的娃娃 Oh my god 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80号不再年轻90后已经占领全世界了嘛 看来是 连周末新开出的金马影后都已经是90后了呢 这届金马影后不是两个人吗 对耶宝宝可是28岁的马思纯 头衔只是金马影后 24岁的周冬雨可是首位90后金马影后呢 这的确值得炫耀一下 但并没有什么稀奇 金马一下爱妙龄 张曼玉贵伦美李小鹿这些金马影后们得奖时 也都还是少女呢 最年轻金马影后其实不是周冬雨 又是一年生为了 猪肉满天袍奖杯人人报 在平均每月报两个离婚出轨吸毒的娱乐圈 明真谈照顾才是在广大吃瓜群众脑海中 摘身为王的老大 娱乐界本身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正经事吗 当然是年尾随末忙着表彰 书也书不清楚的颁奖活动了 就连53岁的金马奖 今年的影后也首度开出了双黄蛋 不过比之前内地各种不知所谓年度盛典的 不知所云奖项 金马作为华语影坛历史最悠久的颁奖里 含金量还是足够的 虽然同为新晋小花 马思纯和周冬宇联手碾压万年头条范冰冰 同获影后桂冠可喜可贺 但因为比28岁的马思纯小4岁 92年圣人周冬宇占着90后的头衔 貌似受到的关注更多一些 但其实史上年龄最小的金马影后 其实是李小璐 1998年比35届金马影后桂冠 就是被17岁的他斩获的 他得奖时的年龄 比如今的周冬宇整整小了7岁 金马最爱妙龄女青年 张曼玉第二次封后时也才27 幽姐不为凡男 一边几年代一边算年龄 仔仔细细从头到尾录了一遍 全部53姐金马 除了本届这两朵小花不算 金马操24次将影后桂冠 戴在30岁以下的姑娘头上 花莉莉的占了将近一半列表 小伙伴们不熟的老黄历暂且不翻 舒奇贵罗美分别在2005年和2012年 凭借最好的时光和女朋友男朋友摘得影后 两人得奖时都是29岁 李欣杰则是26岁时凭借见鬼 债得2002年第39届金马影后 而更牛的张曼玉在25岁时借甜蜜蜜得奖 两年后又凭借花样年华再下一程 在27岁时两度丰厚 说个大家不知道的 面方得金马影后的年纪和周冬宇一样 一也是24岁 作品则是1987年和哥哥张国荣联手的燕之寇 他们得影后时都比周冬宇年纪狭 如果以上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那么还有7届的金马影后在得奖时的年纪 比周冬宇还要狭 如今还活跃在电视剧里的龟亚雷 在1966年凭借烟雨萌萌首度丰厚时只有22岁 四年后和张曼玉一样 龟亚雷又凭借家在台北再次夺魁 26岁就已是两届金马影后 幼杰小时候最爱的电视节目正大综艺主题曲《爱的奉献》 演唱者翁千玉在获得第10届金马影后的时候 也只有22岁 陈秋霞甜妞丰厚的时候则都仅有20岁 如果这些都离小伙伴们太远 那如今的实力派代表人物前海路应该更有说服力 2001年她姐榴莲飘飘 获奖师只有23岁 而当年的影帝则是和她同龄了中系的同班同学刘夜 虽说赵爱玲说出名要趁早 包括奖杯只是成长路上的垫脚石 之后的路还很漫长 如何保持头上的王冠不掉 才是考验小花们段位的真正课题 所以是不是守卫90后金马影后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好好学习张曼玉 两年后再拿个影后 成为首个两度丰厚的90后才好呢 没事别刷屏有话好好说 昨天的一个新闻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那就是安徽电视台的女记者 因为男友劈腿变心 选择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说你连死都不怕 还怕什么呀 可能有很多女生自己真的生活的重心 就完全围绕的是另一半 所以当这个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 完全没有办法去调试 那各位不妨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遇到渣男的话 你会怎么办 或者这个感情有了大变动的时候 你会如何去应对啊 可以继续在留言区当中 我们讨论起来 来进行今天的点歌 啊是倩倩呀 说从哥从哥 对于女记者的死我能理解不能理解 能理解的是她当时的绝望 不能理解的是为何不能坚持 活着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如果当时多想想父母亲人朋友 也许是另一场结局 想点一首下雨天 特别认同 而且我个人觉得 去看那个女记者之前的微博啊 包括她 后来留给自己男友的那封信吧 其实能够感觉这个人应该是那种 怎么说生活一定不是特别的丰富 而且会有一点点神经质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 可能不能这个一概而论啊 毕竟不是当事人 很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Mr. White说 从哥早早啊 跟女友恋爱三年 最近总是发生小摩擦 天生即兴子 昨天因为一点小事 闹了点不愉快 如何压制怒火 有没有妙招呢 想点一首Beaver的Like Me 关于压制怒火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两个人 在你要发火的时候赶紧分开 不要在一个空间当中去冷静一下 很多事情 你如果在气头上去解决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特别极端的方式 但也许你冷静下来觉得 哎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这个事就迎刃而解吧 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经验 GTA2 DOG说 聪哥我是一个特别怕无聊的人 现在每天上学回家睡觉 上学回家睡觉 感觉没有意义 所以我想报名参军 参加维和部队 为世界的和平献出自己的一分类 您的这个愿望是有点大啊 参军OK 这维和部队应该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吧 是吧 我不是很了解啊 想点一首Coming Home 也许你现在觉得很无聊 但是要知道 每过的一天 每走的一步 都不是白过 都不是白走的 一定对未来是有很深远的意义的 所以在平淡的生活当中 发现乐趣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能力啊 也是一定要具备的 好了 三首候选曲目 你想听哪一首呢 赶紧来投票吧 那今天在片尾处要为大家送上的 就是斑马斑马 那另外除了我们的早八点之外 我们还有一档全新的直播节目 要和大家见面 那就是全娱乐直播 将会不定时的 来直播娱乐圈当中 正在发生的大事件 好 明天早晨八点钟 全娱乐早八点见吧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只会歌唱的傻瓜 帮妈帮妈 你睡吧睡吧 我会陪伤其他离开北方 优酷 世界都在看 优酷